道听屠说 谈野史 截然一声 笑谷惊 大家好 我是屠杰 我是屠大侠 他是我爸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 历史上最桌的人物 什么叫做桌呢 我正想问吧 什么是桌 桌啊 现在最流行的解释就是说 喜欢扭捏作态 那么喜欢干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儿 或者是桌了个半天 把自己给整得很惨的那种行为 叫做桌 最近呢有一部很红的综艺 叫做青春有你二 其中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桌巾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follow这件事情呢 一开始大家都会觉得说 他好像有一点桌 我是在那边学到这一个词的 可是后来实在是觉得他超级可爱 我马上就被圈粉了 所以当那个时候屠大侠 也就是我爹爹跟我说 我们来聊聊历史上最桌的人物 我就立刻说 好哦 我想听听桌的故事 对 我们不光是现代人会桌 古代的人也很会桌 那我们接下来就首先 在我爸的桌金排行榜里面 第三名是 在春秋五霸里面 他叫宋相公 桌到最后家破人亡 回头加命 我们话说啊 在那个时候呢 因为他跟楚国啊 两个是陵居 所以呢 两个为了要争霸 所以两个打打闹闹的打了好久 结果有一次啊 两军要正式做歼灭战的时候了 楚军啊 派了一大队军队来 诶 这个宋相公他很有意思 他的所在地 他有一道河 自然防御 对 天然屏障嘛 对不对 好 他就早早的准备好了 带了兵到河边 去蹲这个楚军过来 做好准备哦 对 好 楚军来了 长途奔袭过来之后 那要打宋的话 必要渡河啊 对不对 嗯 好 他的底下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称职 叫做子鱼啊 就说 我们趁楚人还没准备好之后 赶快我们在这边 就开始发动攻击 结果我们的宋相公竟然说 诶 不可不可 蛤 为什么 这样子打人家的话 太不讲道义啦 结果呢 等到楚人渡江 渡到一半的时候 他的称职又急了 说 哎呀 主公啊 我们赶快啦 现在是大好时机 赶快灭了他们吧 嗯 所以我们就说 不可 又不可 这个趁人之为 这算什么君子啊 所以因此呢 又拒绝了 结果等到楚军上岸了 这一下子你说 总该可以发动攻击了吧 总可以了吧 他说不行 人家还没有列阵列好 还有列阵 还没开好 人家的阵营还没布局好 所以 怎么啦 我们也不能去打啊 那怎么时候 好啦 他的臣子都已经 大概已经开始有点绝望了 因为 储君的数量 比他多了好几倍 哦 他还输人家 嗯 他的军队没有人家多 因为 頌国是比较小的国家 好 等到 储君都排列好了之后 人家说 他的两翼啊 比较弱 我们从两侧进攻 他说不 我们要光明正大的从中间打进去 堂堂正正的打 对 人家中间是最坚强的中军阵 怎么会这么傻 结果 结局就 大家 不言而喻了 嗯 真的是 结果到最后 他就使用一场战役 然后呢 国家也被 出国没灭啦 我想要知道 在历史上面的评价 对于他这样子的决断有什么样的看法 大家都拿他的这个道德心来耻笑 他是富人之人 然后呢 因为他的富人之人 所以呢 变成国破家亡 所以都警告后世人 打仗的时候 千万不能富人之人 他感觉就只是正义感 但道德感很强了一些 没错 第二托的又是谁呢 哦 说起来他的名字啊 可有意思 嗯 他的名字叫 盈盈 盈是王口悦你凡的那个盈 盈呢是少盈千军的盈 他又是哪号人物 各位还记得秦始皇叫啥名字吗 盈政 对 我历史还可以吗 老师 历史不错 那这个盈盈是秦始皇什么人呢 是他的先祖 所以呢 也就是说 没有盈盈 就没有盈政 说起这个盈盈 可是个不得了 在当时啊 可是世界知名的 恐无有力的猛士啊 哦 而且他又是一国国君 那为什么说他作呢 他的作法呢 很简单 他那个时候呢 为了希望 让人家认定 他就是全天下最厉害的勇士 所以呢 他有一次在周王啊 在宴请诸侯的时候 嗯 天下诸侯都到周王的这个宫殿啦 大家一起来喝酒啦 来谈事啦 林荡 他是秦国的国君嘛 当然也受邀参加了 是 结果在席间呢 就有人说了 我们要知道谁是天下第一勇士的话 有什么办法呢 结果呢 周王室啊 那个时候不是有很多 我们知道住了很多的大鼎 对不对 嗯 那个鼎非常的重啊 结果大家就说 那很简单嘛 那我们就看 谁能够把这个大鼎 能够举起来的人 而且举了酒的人 那这个绝对就是天下第一勇士 OK 变成举重大赛了 嗯 对 那这个营荡贵为国君了 他竟然也跟这些勇士啊 去比 啊 结果 怎么样 其他的勇士都举不起 结果 他就一举 果然被他举起来 那怎么会做呢 可是各位知道 那个鼎子太重了 举起来之后呢 还要 显示他很厉害 举着不放 嗯 结果 他不放 可是那个鼎 就很不客气地压下来 刚好砸在他自己的身上 蛤 结果 因为伤重 当天晚上 人家还 酒还没醒的时候 他就去世了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被他捉到自己 23岁就 挂了 所以他是被钉压死的 对 一个国君 你看 为了显示自己威猛 结果 一天之内就挂掉了 什么 怎么会有这种事啊 像这种猪啊 你说 哎呀 害到自己性命 已经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他还好啦 他的子孙真气 最后还是统一了整个中国 那涂大侠你个人的观点呢 你觉得这件事情怎么看 我觉得年轻人学系方刚是正常的啊 但是像这种学系方刚法啊 我觉得 那就有点太过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听听今天的第一名了 究竟历史上最多的人物 屠大侠觉得是 好 这位呢是大概可以说是 第一多的人 他叫做 江太公 钓 钓鱼的那个 他是全世界 第一个发明直钩钓鱼的人 就是钓鱼没有钩只是直的 那个鱼会上钩吗 这个江太公说到这个人啊 也是个不简单的人 这个人啊 年轻的时候 什么事都干过 因为他是个没落会主 为了要吃一口饭 所以呢什么事也做不过 而且他可能也是 我们现在有史以来 第一个入罪的人 还被他的老婆 因为嫌他没出息 敢出家 哎呦喂啊 还是八卦人物焦点 然后呢 到了七十二岁 他听人家说 这个周文王啊 会到这个渭水河边去狩猎 所以他就专程跑到那边去等他去 他干了什么事呢 干了个直钩钓鱼 那周文王就问他了 哎老先生啊 你这样钓钓得起来吗 哎他就趁这个机会啊 就跟周文王说了一大堆 他的心中的一些理想 而且各位知道 他是封神帮里面万神之师啊 这些所有的神道听他的调度啊 像孙武啦 像这个鬼谷子啊 诸葛亮啦 全部都是根据他写的这些兵书啊 自己研究之后 后世人都记得这些人 所以他就是 所以其实他是很有料理 而且据历史记载 他活到139岁 蛤 我觉得连现代人 都不太可能活到139耶 72岁才被周文王重用 对不对 他接着辅导了周武王 周成王 春秋五霸第一霸就是齐国 对不对 就是因为江太公啊 他太厉害了 他把他被封的这个地方置你了 简直是成为天下第一国了 当初周文王啊 决定要请他的时候 嗯 他也很巨傲地告诉周文王说 你不推我出去的话 那我就不跟你走 各位要知道 周文王那个时候是个王啊 是啊 怎么推你一个小老百姓 你坐车他来推呢 他要求周文王 周文王也答应 周文王这个还是肚量的 好推推推 推了走了八百步 周文王实在是体力不支 结果江太公就跟来讲 再推啊 不行啊 他说好 那我告诉你 为什么我要请你推我的车吗 嗯 周文王说不知道 这个江太公告诉他说 因为 你推我能走几步 你的子孙朝代周朝 就能延续多少年 周文王一听 气疯了 你怎么不早讲啊 不早说 不早讲我再多推几步啊 就推了八百步 結果周朝真的延续了八百年 哇塞 这根本是算病了吧 后面这一段呢 听起来感觉很像 真的他过了八百年之后 大家再回去的 穿着附会之说 不过这就是野史 大家可以不用太上心 针对这个历史第一桌的人物 屠大侠 您又是怎么看他的呢 不是觉得他做得太好 哦 本来我们这个桌是个 贬义石 对不对 但是用在他身上 那实在是天下第一桌 而且桌也是最长工的 好啦今天呢非常谢谢 屠大侠来到道庭图说当中 如果大家喜欢屠大侠常常来的话 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 东亚侠今天最后 还没有什么话要跟客观说的 希望大家都看看历史 找到很多有趣味的一些话题 那么也欢迎跟各位来分享啊 我们的道庭图说谈野史 谢谢大家 喜欢这回道庭图说 分享和喜欢 也始如与正史不合 听听笑笑 切勿上心 欲知穿越详情 订阅开启小铃铛 待下回分享